好 哦 錢啊 這都是錢啊 有沒有想過 這個是 19 新台幣嗎 這個是 銀元 汕頭 龍鞍錢莊 以前的錢莊 發出來的類似銀票 的東西 對 然後這個錢莊發出來的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中文 有英文對照 那什麼樣的情況會用這樣 殖民地 不是殖民地 我們在講孔方兄 家產萬貫 因為它這個是可以串情 那 這個它寫的是戰國 戰國的 這個是宋朝的 宋朝的 那有沒有想過 春秋戰國在前呢 夏商朝呢 他們沒有用銅盤 他們用什麼 貝殼 哦是 在早期貝殼 對 那幾千三五千年前的貝殼 是從台灣學的 從台灣學那時候 就跟台灣有交流了 哎呀你忘記了 台灣是南島與西的發源地 我們的原住民現在都說 嗯 他們的祖先 有的是 發船過來 滑船過來 有的說沒有 他們是走路過來的 那這中間你就要想到一個 冰河期跟建兵期的問題 嗯嗯嗯 冰河期的時候 誰 就結成冰就走過來 所以海平面 海平面是下降的 那現在的海底 現在的海底 現在的海底 就是以前的陸地 秋林地 所以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 那剛剛講到這 為什麼會有同時有中文跟英文 1913年 是 1913年 不是開港嗎 在這之前呢 一般多少年 就開港了 嗯哼 那開港的話 這一邊是 有蠻多的 蠻多的外國人在做 就這邊做生意啊 嗯哼 啊 西里洋場 上海 所以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國際貿易 這樣的 什麼 其實那時候 你往前推 正和下西洋 正和下西洋 是